hello大家好,我是益晴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新年过完了才讲新年快乐 怎样啊大家 过得怎样啊 新年红包拿得多不多啊 大家有好奇我从韩国回来之后 我都在做什么吗 我没有在跟朋友玩 新年的时候是跟亲戚玩 过完新年就继续跟朋友玩 我见到朋友就开始讲亲戚的坏话 总之我回来了这个月啊 我一直都是出去玩的 我没有几天是在家的 我那天还被我爸爸称赞哦 然后他讲哇,阿妹今天没有出门 很乖哦 然后我就心想哇哦 我已经严重到 不出门是会被称赞的那种程度了 你就知道我多夸张 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陌生的环境 然后再上这个陌生的画质 我卖了新相机哦 它叫三千 因为它三千块,所以它叫三千 我是要毕业了嘛 然后也是一直有很多人来问我 诶,你会在马里西亚 你没有回去韩国吗 你过后就一直会在马里西亚了吗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这一支影片就想来跟大家分享我 2023年的小小的新目标 就整个频道的走向 还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要跟大家交代 听说 OK,首先在开始我的2023年目标之前 我要小小的回顾一下我的2022年 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多做运动 啊,这个我做到 我就开始去健身 天天会去gym两个小时 我这回来全部都这样 哇,阿美收了啦 是不是哪里动到 我就心想 你才动到 所以我就是有说这样子的feedback 赚多点钱 啊,这个就还好 就是我有赚钱 我也花很多钱 所以你讲有存到钱吗 好像也没有什么存到 接下来就是冥想 冥想这个部分的话就 我有试过要去冥想 我有开了那种meditation的影片 要跟着他做 可是我一静静坐下来 我就肚子会脚 我肚子会痛 所以就 我只会一次 两次 哦,就坐不下了 因为我不想肚子痛 接下来就是 我希望我的youtube可以做起来 我还有很仔细的谁讲 找到10k subscribers 我失败了 我没有做到 有一段时间 我也是有休克一段时间 后来又忙毕业工年的事情 又休克一段时间 没有很认真去经营 所以 当然也没有得到这个我想要的结果 2022年的时候 我是希望自己人际关系那边 不要做到这样烦 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很clean的 就不要这样toxic的人际关系 那个我觉得我做的蛮好的 就是 到后来2022年的文生的时候 那个人际关系是我想要的 我觉得 哦,身边的人都对我 蛮好啊 我还是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觉得大家都对我很好 感恩大家 感恩欺负 最后一个毕业公演 2022年我就是 哇,我因为这个毕业公演 stress到爆 后来也是 yeah,好好的落幕了 我还拍了一个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 OK,所以这个就是我 2022年的小回顾 然后接下来就是 2023年的目标 你们太迟了2月才开始拍这个 我先宣布那个重大的事情 就是 我即将要去台湾了 我会跟我讲出不了 yes,我要去台湾了 可是,其实大家会以为我已经毕业了还是什么啦 其实我还没有毕业的 我在韩国那边还有一个学期要读了 我在国际处做工的时候 就发现到 诶,有交换学生这个program 我就申请了 我就申请了台湾 我好像出了台湾 也没有其他地方想去 我就是 这个礼拜日 要飞了 飞了当天 我想要post insta story 可是我又不想让大家 怎么你在台湾呢 就有一个疑问的感觉 我想先来 就拍个影片 跟大家交代 然后再好好的去台湾 所以光我死定了 我要剪片 我要很快的剪出来 今年就是主要会在台湾了嘛 我也不懂去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也很难去下立我的目标 还有什么之类的 所以主要的2023年目标就是 好好在台湾生活 好好创我的YouTube 我真的希望这半年内 做出一点什么成果 然后 我就可以不用上班 毕业后就可以不用上班 我就可以靠YouTube吃饭 然后我现在就是要去台湾了嘛 我身边的人就会来问我这样 诶,你不期待咩? 你就好了去那边展开新的生活 比起那种期待感 很累的 就是我会觉得很累 就会觉得很麻烦 因为去到那边你要开始做一个新的账户啦 然后又要办那种外国人等路征啦 然后我去那边肯定要买生活用品 我又要去research 想哪里买生活用品会便宜啦 而且习惯... Oh my god 我刚才一直都在看这个旁边的camera 这个是现在我的第一个视角 我刚才一直在看这里 所以我的眼睛就一直飘到来这里 我应该是要看这里的 OK 现在开始我就会看这里 讲到哪里啊 习惯韩国的生活 花了我三四年的时间咧 我现在又要离开那个 我熟悉的地方 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我是不担心我在那边会交不到朋友啦 台湾人人出名好的嘛 食物也不可能会不拿他们的嘛 我也这样爱喝珍珠来吵 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 可是不好讲 人家遇到什么几百人 人家遇到他们对我不好咧 而且我又不是一个喜欢去旅行的人喔 我就觉得很累 所以我也不觉得我去到台湾会到处旅行 讲罢了 等下到时候我吹一对台南风 高雄风 吹一对风 就是打脸自己 而且我现在还没有开学喔 我已经开始有烦恼了 你知道吗 我发现不管去到哪里 上哪一个国家的大学都好 选课这件事情就很烦恼了 我没有想到听的课 可是因为为了学分 我又一定要去修一些课 烦恼喔 而且台湾大学的选课方式跟韩国的很不一样 我就会有点 这什么 你要我来熟悉这个东西吗 对我就来熟悉这个东西 大家有兴趣吗 大家有兴趣吗 大家有兴趣韩国大学跟台湾大学的差别吗 我过去台湾体验了一圈过后 我再来拍一个影片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差别好了 哎呀总之去那边课还是要上 生活还是要过 对啊 就好好的上课 好好的拍片 好好的体验生活 哎呀总之就这样子哦 以上就是我想要向大家交代的一些重大事情 然后在影片的最后 我要讲一下 我去到台湾之后 我对自己的期许 我知道去到一个新的环境 要适应新的东西会有一点麻烦 但我相信我自己会适应得很好 去到那边有烦恼的话 肯定是因为人际关系 所以即使我在台湾遇到了几百人 我还是希望自己不要这样在意他们 不要理他们 因为我在那边的时间也不多 可能以后会怎样也不知道啦 可是 嗯 我希望上天对我很好 我希望我遇到的是很好的人 去到台湾之后 我要努力的拍YouTube影片 我要努力的剪片 去台湾了这半年 我真的拼了啦 所以这支影片就来跟大家交代一下 就是我要去台湾了 大家以后看到的内容都是 我去台湾的各种影片 哦 还有我之前在韩国也是有拍很多很多影片 我还没有剪出来 所以以后大家可能在我的频道 就会看到 一下台湾 有一下子又爆出一个 韩国以前的影片 就是 我剪出来 那个时候就是我剪出来的意思 OK啦 总之影片就这样子咯 我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订阅 然后分享给你全部的朋友 如果要继续追踪我 不要这样 因为我去到台湾了 没有韩国的东西看了 我就 我就不来看我的影片 我还是会 好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去到台湾 还做关于韩国的content but yeah 我可以退订 退订的人倒霉十年 OK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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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